今天拿到了鯊魚的引擎秤套 那它有分兩個版本 黃色的是比較硬的 你看我的手捏就比較捏不起來 然後藍色的是比較軟的 它就會比較軟 然後之前的話 我們是換的是 RUN的那個引擎秤套 那我們在 裝上去以後再測試一下 它引擎秤套的差異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怎麼樣差異 那等一下差異再怎麼看的時候 再給大家看喔 那我們再比較一下 那先這樣測試 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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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 好發動 好,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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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動 好,那我剛剛有出去騎過三個 三個我都騎過 換完以後 然後測試水的震盪 然後跟出去都騎過 那其實說真的啦 體感上面 沒什麼差異 如果原廠跟三個比的話有差異 可是如果單獨 單獨來講這一軟的 硬的跟那個超硬的那個 其實騎起來是一樣的 我騎起來的感覺完全沒有差異 我覺得 就只有抖動 抖動的差異 那如果你說深圳騎乘上面的話 他的操控性、穩定性是有比較好 那他 我騎起來的感覺只會影響到 前後避震的軟硬度 那前後避震的軟硬度的話 就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那當然硬的一點我覺得避震器比較軟 然後軟的避震器就比較硬一點點 那就是這個的差異 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 所以 在買這個的情況下呢 你就可以隨便選擇其中一個 那其實鯊魚的兩個的軟硬度 其實感覺起來都差不多 所以 就 就看你個人喜歡用哪一個 你可以買一個就好了 那不一定要換下去 因為其實說真的 一看到水的波浪度也沒什麼差異 然後 我覺得 我在 震動的情況下呢 鯊魚兩個 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 利歐那個比較硬的 優力膠 他是 震動會比較大一點點 比這個在鯊魚的 再大一點點 然後 可是這三個的 騎乘上面 都會讓避震器都會變比較軟一點點 原廠的避震器都比較軟一點點 那 震動上面 鯊魚的是比較好的一點點 那 利歐的他的 騎乘上面 他比較直接比較硬 那他的 後避震 感覺起來也有比較軟一點點 可是 當你後避震變軟了 你的前避震器 就很明顯的太硬 那 我有發現真的太硬了 所以 我決定 先改個內管組來試試 因為前避震器廠商說 還要再等 那 避震器的前內管組 已經做出來了 那 已經做出來了 那 廠商已經拿給我了 那 我決定再改個前避震器 那 下一題就是 前避震器內管組的改裝 先給你看一下東西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 記得按讚訂閱小鈴鐺 掰掰 掰掰 跟你結尾 好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高動力HPM 每個人 男生 鏡子 壓